继续来自水上乡的消息 我来自海棠荔枝春巷 专台作为都受害 各国的水上乡也是党灾区 这种的北汤海 会吃奶鸡、铃鸡、铃鸡、地书 浪散、减散 甚至住到中间会碰到 刺激性的业体 人的皮肤 也许是脈臼 如果碰到的贵面开门 因此水上乡公司提供 便会碰油 不过以主体区的范围为主 每年国会分析荔枝 荔枝庄像生年的高风景 包括无患子、台湾软树 荔枝和龙眼树 都是比普及的比海岛 因此人未帝输求的本身 也像希望 但在平衡作成更是检查 影响经体窍税的行动状况 与这种乡资很很多荔枝庄像 乡公司提出对策 这一次我们的乡亲反应 我们水上乡公司 那也用申请制的 只要你在水上乡境内的住宅区 或者是你的住家的周围 有龙眼树 那只要你提出申请 我们水上乡公司 会安排我们的清洁队的队员 去帮你喷药 虽然我们这次试喷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 满地都是荔枝村巷 所以我想我们的乡亲 应该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 那不要接近龙眼树 那如果有龙眼树的地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出申请 荔枝庄像 每一次生人一定生十二粒 而且它的汁液有毒 噴到荔枝会提出失眠 在经过台大昆虫所团队研究 革林荔枝庄像的腹部呼吸器 那是噴到三分水 也因为好吸引作用受造型来释放 因此香港所提供免费的噴药 不过以住宅区的范围为主 三心口教红之重乡 彩虹不得